现代科学无法认识事物真相之案例十 圣母权之谜 伪由整理 在法国有一个叫劳迪斯的小镇 潜藏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角 偏僻的小镇看起来丝毫不起眼 可是却早已声名远播 因为小镇上一个古老的岩洞里 有一眼常年累月潺潺流淌的清泉 它并非一般的泉水 而是具备神奇的治病功能的圣泉 它正是凭着那种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神奇艺术 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分治踏来 在劳迪斯镇 还有一个关于这口圣泉的古老传说经久流传 传说早在1858年的一天 住在岩洞不远的玛丽索毕拉斯 正在岩洞内玩耍 忽然圣母玛丽亚轻轻来到她跟前 告诉她洞后有一眼清澈的泉水 她能治好百病 并指引她去洗手洗练 幼小的玛丽索毕拉斯 便好奇地朝着圣母所指的方向走去 果然看见了那眼泉水 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 扭头张望时早已不见了圣母的踪影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 神奇的泉水仍然像当初一样 经年不息地流淌 与此同时 前来圣泉求医的人们却与日俱增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430万人 竟相前往劳迪斯镇 其中大多数是病入膏肓 已被现代医学宣判死刑的病人 他们不辞辛苦地来到地球上这僻静的抑郁 只为能在圣泉水池内浸泡一下 这样病情便会自动减轻 有的甚至会痊愈 1963年5月26号 一位名叫维托利奥密查利的意大利青年 在母亲的陪伴下来到劳迪斯镇 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癌症 癌细胞已经侵蚀了他左宽骨部位的骨头和肌肉 医生们都已宣告他无药可医 并预言他最多再活一年 第二天 密查利来到圣泉边 在几名护理员的帮助下光着身子进入冰冷的泉水中 人们用泉水冲淋他因打了石膏而露出水面的左腿 正当密查利被浮上岸时 他被一股强烈的饥饿感紧紧地绝住了 这是他患病后从未有过的 此后他对食物有了良好的口感 更令人称奇的是 从肾泉返回后不久 密查利突然产生了从病榻上起身行走的强烈欲望 并且跃跃欲试起来 后来他果真拖着那条假腿 在屋子里迈出了第一步 几个星期后 他便能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体重也明显增加了 到1963年底 他身上的疼痛感竟荡然无存 1964年2月18号 医生们为密查利除去左腿上的石膏 并进行X光透视 出人意料的是 他那完全损坏了的骨盆组织和骨头 竟然从新再生了 到4月份 他已能行动自如 不久便在一家羊毛加工厂就业 这是什么神奇的医术呢 据报道 一百多年以来 比利牛斯山区劳迪斯镇的肾泉 创造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医疗奇迹 其中经严格审定的就达64例 肾泉这种起死回生的奥秘 究竟何在呢 当我们暗暗探服劳迪斯小镇上 这眼神奇的圣水时 又会被另一小镇 阿尔勒镇上神奇的圣水所迷惑 同劳迪斯镇一样 那个名叫阿尔勒的小镇 也位于法国比利牛斯山区 它之所以能够与劳迪斯镇同享生育 得益于镇上教堂里的 那口白色大理石石棺 这口长约1.93米 雕刻的异常精致的石棺 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然而令人惊诧的并非它的精雕细科 亦并非是它历史久远 而在于石棺内远远不绝的圣水 像有人准时倾注一样 长年甚满 像劳迪斯镇的泉一样 这些圣水也有医治百病的疗效 据专家考证 这口总容量不足三升的石棺 每年却能流淌出 五百至六百生水来 即使在荒芜的旱灾之年 石棺仍一如既往地 为当地居民提供澄清的圣水 石棺里的水从哪里来呢 相传西元九百六十年 有一位修士从罗马带来了 两位皈依基督教的波斯亲王 圣阿东和圣塞南的圣物 将他们放入这口石棺中 此后人们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教堂 总会看到清烈的水 从石棺里郁郁而出 人们自此 视这能医治百病的神奇之水为圣权 圣水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吉祥和幸福 人们万分珍惜它 不到万不得已 从不使用 1961年 来自格雷诺市的两位水利专家 试图解开水源之谜 最初 他们以为这是圣水或凝聚现象 想方设法垫高石棺 使它与地面隔离 并用塑料布将石棺整个包起来 为了防止人为灌水 他们甚至采取轮流值班的办法 结果所有的办法都未能使石棺内的水源断绝 此后许多科学家也试图揭开这个谜 却未能如愿 于是一些相信超自然力的专家 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圣物被带到此地之前 曾在一个罗马教堂里放置过 而那个教堂旁边恰巧有口泉水井 果真如此吗 看来 现代科学现有的理论和知识 都无法解释这两地的圣权圣水之谜 对 对